東盟國家都希望發展經濟 然後呢 王毅這個也出招了 王毅呢 他最近到了廣西進行考察 說明要打造中國東協的合作 中國大陸跟東協 2023年雙邊貿易持續增長 來到了6.41兆人民幣 連續四年 都是中國大第一大的貿易夥伴地位 中國大陸也連續多年 是東協第一大的貿易夥伴 然後呢 培青山來了 這個是兄弟家同志 海上合作跟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 更別說呢 來看到趙樂際邀請 也邀請了王廷慧 就是越南國家主席訪問中國大陸 然後普拉伯沃 印尼訪華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人家都是怎樣 想要發展經濟 美國就是這樣的 拉菲律賓 拉日本 因為日本現在也要跟他 進行相關美日安保等等的 美國的目的其實很單純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想方設法的 讓南海共同行為準則標通過 但是問題就在於 折騰了這一兩年之後 我們看到東盟的國家已經下定了一個決心 東盟的秘書長他就直接說了 說希望能夠在明年的年底以前 把這個南海共同行為準則通過 那這也代表什麼 代表東盟的國家也很清楚的認識到 美國跟菲律賓之間的關係 其實主要的就是要破壞東盟 破壞中國跟東盟之間的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這個就是一個國際法 因為當時這個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是根據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做基礎所設定的 所以它是完全符合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 一旦通過以後那各國的議會批准了 最後由元首簽字那個公佈實施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國際法的效率 那於外的國家進來都要按照這個規則做事了 包括你美國在內 那如果你美國進來不按照這個規則做事的話 你美國就等於是違反國際法 而且呢等於是跟十加一來對抗 這個情形下美國越來越交集 所以他就一直鼓吹這個菲律賓來搗亂 那他搗亂的目的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希望中國失去耐心 那也就是中國大陸一旦失去耐心 把菲律賓敲了那麼一下 那這個時候可能會引起 東盟國家的一些小國的緊張 那這樣的情形很有可能就改變了一些態勢 例如說越南 因為他如果能夠敲越南的時候 敲菲律賓就會引帶越南的焦慮 那這樣的情形很有可能就會改變了一些現狀 而中國大陸也知道 也知道美國在玩什麼馬戲 也知道菲律賓在玩什麼 所以一手把越南牢牢的抓住 那雖然越南的民間 因為您剛剛看到的 這個新加坡的那個民調 他是對於政界 商界 學界 還有這個NGO 還有社會的一些人士 他們進行一個普遍性的調查 這個調查基本上是比較細膩的 而且樣本數是大的 而且他是持續性的調查 看看有沒有產生變化 那您也看到了在越南來說 越南的民間 社會間 比較親美 但是越南的領導階層 在過去如果他的領導階層中 是來自於南越的 那基本上來講他們就比較親美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就不見得那麼好 對 沒錯 可是如果來自於北越的 他們跟中國大陸關係就比較堅實 比較可靠 那現在的情況是因為前一段時間 他們來自於南越的涉及嚴重的貪腐 嚴重的貪腐他們現在被罷罰了 那現在都是以北越為主的 這些領導階層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跟中國的關係 走得就比較順了 不但是總理甚至外交部長 各方面都走得比較順 那這樣的情形 越南就處於一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是蠻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越南也直接表態了 就是希望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盡快來簽署 好 那現在美國就拉的澳大利亞 日本本來就是一直 配合美國在南海鬧事 但是我覺得美國現在把澳大利亞 拉進來的主要的目的 是要破壞中國大陸 跟澳大利亞關係的改善 因為埃巴尼是花了兩年時間 才改善了跟中國的關係 那改善了以後 這個對坎貝爾來說的話 簡直是一個最重大的挫敗 因為坎貝爾自認為他是亞洲撒謊 結果呢 他連這個澳大利亞跟紐西蘭 都搞不定 那都搞不定了以後 這兩個國家 他變成採用平衡了 雖然比較親美 但是他們有中了 親美有中 這個哪是美國所能忍耐的 但是他已經發聲了 那因此他就硬要把澳大利亞拉進來 那澳大利亞的國防部部長 在這次講話中就很保留了 完全沒有針對中國 而且講了一個中信的話 不偏不倚的話 連這個所謂的 這個2016年的 國際法庭的為仲裁 你看澳大利亞不坑一聲 就日本跟美國講 然後另外說改變現狀 澳大利亞不坑一聲 就美國跟日本講 好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今天 4月7號他們開始舉行 這個南海的聯合軍演 那聯合軍演也就同一天 4月7號南部戰區解放軍 您剛剛講的 宣布了海空軍的聯合战巡 其實我想跟觀眾朋友 介紹一下軍事術語 這個解放軍的聯合战巡 就是我們把它稱之為 戰備警察巡邏 就是戰備巡邏 那這個戰備巡邏 它的意思是 就是這些軍艦跟戰鬥機 戰轟機或是轟炸機 它帶的是實彈 所以它進行的是實戰的演練 那實戰的演練 那也就是說 一旦發生狀況 該打就打 這個是一點都不含糊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無力示威 也就是它到這個海域 空域的時候 然後你只要進入中國的領海 中國的經濟海域 然後你只要去接觸到 這個黃岩島 仁愛礁等等 因為它的演習趨勢在巴拉旺島 那對於大陸來講的話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了 所以它是武力示威 而且呢是直接的 基本上來講 那麼就是實戰演練 而且實彈的一個打擊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是直接警告美國了 所以其實美國這個國家是 就是不敢打 但是裝的要打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在這個之前 4月3號 4號 又邀請了中國的18位軍官 對 到這個夏威夷去開一個會 然後說海上交易規則 空中交易規則 那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不要打仗 那我們不要打仗 你又裝的要打 那不是一個很慫包嗎 所以解放軍的態勢 很明白的就是 我對不起 我不是針對菲律賓來貓 我是針對你美國來貓 看你美國敢不敢 那就來試看看 看你日本 看你這個澳大利亞 你敢不敢 就來試看看 我覺得在這一次是精彩可惜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有額外的折扣 我可以看到 帥命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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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